那我們今天來分享一下 剛剛玩Xbox上面的Spirit Tea 有一些小小的心得 主要故事就是在講你可以看得到妖怪 你要幫忙經營一個妖怪的 妖怪的早堂 對 其實是一個療癒版的神隱少年 他有芒果哥在我們職務的時候非常好 神隱少年 少年 少年比較好聽啦 所以以故事來說 我覺得在進去之前 是還算有趣的 因為原本我們 我做完遊戲的時候沒有特別在看 他是在玩什麼 可是我覺得跟心露骨很像 對 他的前面開頭我覺得獨立遊戲都有 就是這種陣頭 前面的開頭都看起來很漫長 很無聊 但是他的整體的畫風跟 他的主題 我在看那個Xbox介紹的時候 我是覺得還OK啦 所以就抓下來了 反正可以試試看 我覺得畫風跟場景都蠻可愛的 即使前面很無聊 你還是可以被一些小東西吸引 至少沒那麼無趣 那你覺得他的遊戲組的玩起來怎麼樣 助手 我覺得經營的部分比較好玩 其實他跟村民之間的對話 或者是那些任務有點來得太慢了 中途會 除了經營找堂之外 你會有時候會不知道要做什麼 你說他在日常生活的部分嗎 對 那我這邊解釋一下他的遊戲 他主要是也是做一個雙循環 第一個是經營找堂的部分 他會有一個工作流程 就很像是那個overcooked這樣 你會要去生柴火 生完柴火之後你要去把那個水弄熱 弄熱完之後你要去把毛巾拿去 晾乾 晾乾之後拿去給客人用 所以他的第一個循環是經營找堂 你要在裡面當一個 旅宿業的 早堂打工仔 老闆兼基層 這是他第一個玩法 另外一個玩法 就是他的日常生活裡面 就比較像是 解任務 牧場物語 對 找堂部分賺錢 其他的部分就是 發現更多的妖怪 開拓客人 或者是跟村民累積好感度 跟他們社交之類的 日常生活的部分嗎 但是他日常生活的部分 做得比較沒有 那麼好我覺得 沒那麼特別 應該說跟其他類似的遊戲 有點太雷同了 有點平淡 就是 分明沒什麼特色 應該是這樣講 他沒有什麼 看起來都很相像 房子也都蠻類似的 所以就沒有什麼特別的故事 有可能是因為 我們才玩了幾個小時而已 所以他其實在 前面最一開始的時候 他的故事是很平淡的 一個很普通的小鎮 但是他裡面 有日式的妖怪 住在那個小鎮裡面 所以他是在一個 日本的鄉下 開著日本的 澡堂 只是那個澡堂 是個妖怪的澡堂 地圖也沒有說到非常大 反正我後來不知道 做什麼事情 我就是每天 早上醒來 我就想去開業 好好賺錢 簡單來說就是 他的循環 兩個循環有一邊崩潰 對 應該說比較好的 雙循環的遊戲 通常是P5 或者是像是黑帝斯 他在內層 或者不能說是內層 他在譬如說 經營管理 或者是在故事主軸的部分 他會有一個比較 主線劇情 比較亮眼的故事 或是比較有特色的 一些角色在裡面 但他這兩邊都沒有看到 有特色的東西 村民感覺就是很普通的一般人 妖怪的部分 又沒有太多故事上的琢磨 所以就變成說 他在一般的 平常的那種 城鎮生活的時候 趨於平淡 但是他在經營的部分 看起來是有一點 做出差異化的 所以他在經營的部分 是感覺起來 整個系統是好玩的 可是他在經營的部分 他又怕你太執著在那個系統 或是花太多時間 他又會透過一些小的東西 去限制你 每天不要做太多 例如說時間 或是他的柴火的CD 時間是有固定的 他在這個系統 他希望玩家可以 兩邊都玩到 但是因為一邊做比較好玩 一邊做比較不好玩 他沒有像是 兩個都很好玩 讓你不知道 一直玩下去的那種感覺 他反而是一下子 到A的時候 就是到城鎮的部分的時候 就無聊 到經營早上 又有趣 就無聊有趣 無聊有趣 如果是其他的遊戲 雙循環的遊戲 通常應該是有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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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就會覺得說 時間過很快 再做一件事情 就結束 我再看一下這個角色 要告訴我幹嘛 那可能他又要開個新系統這樣 正常雙循環的遊戲 他做得比較好 應該會是這樣的節奏 但他沒有做出這個節奏 但他想要做到這件事情 但他沒有做到 我覺得一開始開給玩家太多村民 他一開始就讓你認識27個人 但是又沒有跟你說 27個人有什麼特別的故事 我覺得他可以砍半 就一開始讓你認識一半的人就好 也就是他在新手教學的時候 他並沒有一個很強的punch來給你 對對對 他就是一開始叫你去認識村民 但是每個村民看過又忘 看過又忘 所以你認識27個人之後 根本沒有記住半個 對 也不知道他是幹嘛的 而且還會跑來跑去 所以你也不知道這個人原本在哪裡 他在 他在一開始新手引導的時候 叫你去那個店裡面 但是他或是叫到他家裡面去看他 看完他之後他就從他家裡面去上班了 對對對 就不見了 忘記這個人到底是住在哪裡 他是幹嘛 最後他遊戲裡面有一個手帳 你還是要一直翻那個手帳 說這個人是誰 就叫什麼名字 他住在哪 這樣 對 所以這是他做比較不好的地方 做好的地方就是他的經營的部分 對經營真的蠻好玩的 那你覺得他好玩的點是 因為他妖怪夠多嗎 還是 哪一個部分你覺得他好玩 做雜事 然後再來是早堂經營也比較少見 一般來說比如說開店嘛 或者是經營農場之類的 但早堂還蠻新鮮的 那些東西 平常比較少碰到 例如說你要兼顧水溫 或者什麼 客人的情緒 還有什麼 你要再重建那個早堂 因為一開始他是一個很破爛的 已經荒廢很久的地方 所以 因為這個主題少見 然後他的整個 玩起來的感覺又是流暢的 對 那你覺得他的妖怪設計呢 我覺得他有很明顯 就是在超身影的時候 對 湯婆婆就很明顯嘛 完全是一模一樣的 他的怪物是有限定 比較小隻的怪可以佔一格 但是像湯婆婆那種很肥的 他就要三乘三的 的 池子的大小 所以他就逼迫你一定要去升級你的早堂 這個地方是做得還不錯的 當一隻妖怪在 他在 泡堂的時候 他是有體型的差異嗎 對 所以他其實在 在規劃每一個 那個妖怪去哪邊泡的時候 你是要去安排 不同的位置讓他們 對 他有引入屬性嗎 他不是有一個是 春夏秋冬 不同的 那種 妖怪是不能 靠在一起的嗎 可是我覺得這個 沒有 他跟你同屬性 或者是你隔壁 春跟夏 或是夏跟秋 是OK的 但如果隔太遠 就夏 春跟秋 兩個是不合的 他是用春夏秋冬 去分四種 屬性的妖怪 有些妖怪的人 靠在一起 有些又不能靠在一起 他去進一步 限制玩家 在那個澡堂 泡澡的時候 不能把所有人都擠在一起 可是我覺得 他這個 這個東西太前期 跟玩家講 他前面告訴你之後 他又沒有讓你去玩到 這個的限制 因為前面怪不夠多 一開始 進最新手的時候 他只會給你兩三種妖怪 然後那些妖怪擠在一起 根本就沒有差 他又一開始就解釋了 系統的觀念 他應該後面在講 或者是他在新手教學的時候 應該要做兩種不同的妖怪 對 可能一個是火焰的 一個是冰的 兩個放在一起 他們可能會不合 他們就會一起 覺得泡湯體驗不夠好 然後就不給你錢 你會覺得他新手教學的時候 告訴你超多東西 有資訊量過多 但是你又沒有 每一個都玩到的感覺 你很容易忘 你話說太多 做得太少 前面的新手教學 punch that也不夠重 他沒有一開始就讓你感覺到 這個有些好玩的點子 到底在哪 可是他新手教學是給你 先給你城鎮 然後再給你泡湯 他是不是應該反過來做 對 他應該一開始 例如說一個村長 就先帶你去 告訴你這地方怎樣 有幾個重點的人 你來這裡的目的 可能要跟那個湯屋掛鉤之類的 這樣可能會比較好 或者是說 一開始你就不要先管為什麼 你就直接從金銀湯屋開始 你就乾脆坐在那裡 你也不要跑來跑去 因為其實他 我覺得他每天都要回到 因為他湯屋跟他家 是在地圖的兩個極端方向 他每天都要很奔波去跑那裡 所以我覺得這點 設計還蠻奇怪的 還不如就直接坐在湯屋裡 比較像是牧場物語的做法 你的家外面就是田嘛 所以你種田什麼都是在家旁邊 就可以完成了 不用在地圖那邊 那樣跑來跑去跑去跑來跑去 跑來跑去這樣 雖然地圖不大 但你也會覺得作業感有點重 那音效的部分呢 你覺得他的音樂啊 我覺得他沒有語音蠻可惜的 他有一些 比較特別的妖怪 我覺得他應該是可以配一些語音的 或者是有些 他的音效比較單一啦 目前聽起來覺得他的背景音樂就 有 但感覺就是那幾首 有但不多 我沒有感受 你剛剛問我的時候 我腦袋有點空白 完全沒有感受到他的音效 特殊的 對 就是也沒有特別覺得說 欸這幾首歌是特別有印象啊 或者是 都沒有 然後 音效講完了 有系統講完了 美術畫風 一開始要講 畫風我覺得蠻吸引人的 他雖然是點陣風 但是他的場景設計都還蠻可愛的 你說的場景是指 他的房屋室內設計的部分還是 室內設計 還有一些小東西 家具什麼的 你可以看出來還有一點巧思 就是每個人家裡都不一樣 那些小動物 但是 妖怪就覺得還好 明明他應該是很重點的東西 他前面給你的妖怪 看起來都蠻普通的 就是 對 很像是日本 就是 如果你在玩其他遊戲 最底層的 最基層的那種最爛的妖怪 要不然他就跟那個白鬼夜行裡面的妖怪弄的一樣 就讓你比較沉浸 就知道是和風妖怪這樣也可以 應該是這樣講 他的一開始的妖怪給你的是人型 比較偏人型的 雖然長得比較看起來是紅 皮膚顏色比較不一樣 但是還是偏冷 所以你就覺得說沒有很特色 但是如果他做成是白鬼夜行 他可能開始用那種直閃妖 可能還會有地藏網的那種造型 或者是可能 像是如果是神隱少女 裡面可能會有不同的河繩嗎 就會有那種爛泥巴的造型 他應該一開始給你的三隻妖怪 四隻妖怪 就給你完全不同屬性 不同造型的妖怪 這樣的印象可能會更深刻一點 我現在開到幾個就是很像動物啊 雞啊什麼東西的 只有湯普普比較不一樣 所以湯普普就是明顯就是我 陶神隱少女裡面的造型 所以你會覺得 這是比較有帶入感 比較印象深刻 他又要九格 他一個人要佔最多口 因為你後面有看到雞啊鴨 那就是普通的動物而已 看起來就 而且畫風有點跳我覺得 對不太一樣 他沒有完全 他變圓圓的 沒有完全是和風 然後他就是變成 也不像妖怪 所以畫風的部分 除了偷別人的IP的東西 很明顯的那個是有特色的之外 其他他自己原創的妖怪法 還沒什麼特色 也許是因為很新手很淺氣 他可能把比較精緻 或者是比較華麗的妖怪法後面 因為我看他的遊戲截圖 他其實後面好像有一些 也是跟湯普普一樣 他佔的格數比較多 因為其實在做這種 八比特遊戲的時候 比較麻煩 你畫一個八比特的時候 他的 畫面的濃縫 像素點是有限的 因為我們在畫一般的 正常的遊戲的時候 你的格子開的 貼圖大小可以開比較大 就譬如說你可能開512x512的貼圖 1024x102 就是一張畫布的大小是很大的 可是你在玩 你在畫這種八比特遊戲的時候 他的那個畫布格子很小 可能只有 譬如說64x64而已 就是一個超 你在電腦上面看他 一個icon 跟你的那個 瀏覽器的大小差不多大的圖 所以你在上面能捉摸的東西 其實就是 能叼走的東西就很有限 所以他就變成說他前面 也不能給你這麼複雜的 妖怪 因為那妖怪就比較小 站的格數比較小 只有湯普普這種 站3x3的這種大妖怪 他可以有比較多的空間去 雕他嘛 所以後面我 因為我在看 商店截圖的時候 他有一些妖怪也是 看起來就是佔比較多格子 感覺精緻度就有差 所以 這也是做八比特遊戲 他 先天的劣勢吧 就你在美術上面 雖然 優點是他的比較省工 因為你的畫的東西少 所以你一個美術畫的 可以畫的量就比較多 但是缺點就是 玩家就沒什麼 你做小怪的時候 玩家就沒什麼吸引度 所以他的美術有好有壞 但是是偏正面的 系統玩法剛剛也講完了嗎 玩下來目前兩個小時 你覺得總評而言 你會想要繼續玩這款遊戲嗎 會想要繼續玩 我覺得蠻有趣的 是可以例如我們下一次繼續玩的遊戲 對 那如果一到十分 你會給他幾分 一到十分 大概七分 這麼高 其實蠻好玩的 是有打到你的 因為我本來就是輕度玩家 我反而對 就是那個叫什麼 博德之門 我要玩博德之門的話 我要有一點心理準備 因為他其實對我來說 操作有點困難 但我必須說我們兩個玩博德之門 已經玩了九十個小時 對啊 已經玩正常的三夜遊戲 都已經可能破一兩款了 比較短的話 可能都可以破過完了 所以 以你來說 這一款大概可以 抓到七分 好玩程度是七分 而且會覺得 下次還是可以繼續玩 對 我覺得是有趣的 我自己大概會給五分 因為他的東西很明顯的 因為我玩遊戲玩比較多嘛 所以他的拼湊感 我是覺得比較強一點 當然我也覺得他的 澡堂那部分 看起來就很有趣 因為他在一開始設計的時候 澡堂就是很破敗的嘛 所以你會想說那些東西 解開來之後 是不是有新的玩法 對啊 他還有VIP的就是套湯房 他想要去把那解開 想說那個可以幹嘛 因為他給你的就是一個殘破不堪的 對 大型豪華旅店 有很多不同的區域 不同的區域 看起來都會有不同的功能 感覺如果他全部裝修完之後 是一個很漂亮的那個旅店嘛 所以以我來說 我覺得他 他好的地方 就真的是他的旅店系統 他缺點也真的就是 前面的那個城鎮 毫無樂趣 以我來說 我就會覺得完全沒有任何的重點 那部分整個拿掉 我覺得都沒差 他可能想要他有一個循環 我覺得 就是 我覺得他這個部分 他前面城鎮真的需要 調整 如果他還有 他還有要更新的話 希望他有一個主線啦 他現在沒什麼主線的感覺 再來就是回家也沒有什麼事情做 就只能睡覺 他的主線我覺得可以做的方向就是 去講妖怪的故事跟 村民的故事 或者是主角的故事 因為主角有稍微帶到 他為什麼會來到這個地方嗎 他是作家 照理來說你作家應該可以扣回去 他可能在寫一本跟妖怪有關的小說 好像也的確是這樣啦 他有在寫日記的那個寫書的部分 有在寫說什麼他遇到湯破鬼 什麼的 好像這個部分他的確是這樣做 但 在遊戲裡面的體現不夠深刻 我覺得他應該要 他應該去參考Alan Wake 就是 你叫什麼 心靈殺手 就是拿手電筒 反正就是Alan Wake 對對對 他應該是類似這樣的做法 就是他已經有 他是個作家 他想要寫故事 然後可能故事會影響到現實 類似這種做法 或者是說 這個作家來到這個 村子裡面 他發現一些奇怪的事情 就像是有妖怪 妖怪應該要跟他有故事 但是他有一個東西也蠻有趣的 那個 通靈茶是有限的 你可以切換你的通靈模式 那個部分也是蠻有趣 但是我覺得用到的實際太少了 而且他的切換我覺得沒有到 非常的不一樣 如果說像做這種 會有陰陽兩階 或是正反的這種場景切換的系統的話 一般來說你切到異世界的時候 整個場景應該要換一個 沒有他是變暗 會比較深刻 他只有變暗而已 場景是一模一樣的 我覺得因為這就是吃美術的工啊 譬如說 或者是他幾個房間 他也應該要做到這種 他有啦 他在發現到 新妖怪那個房間會整個不一樣 就像你一開始去找到湯婆婆啊 他會變成大浴缸 他實際上他不是浴缸 他可能只是一個淋浴間嘛 所以我覺得他做這種正反切換的時候 他其實應該要是 完全是不一樣的地圖 整個場景可能的格局是一樣的 但是你可能就是從 現代切回昭和時代 類似這種 那感覺要重畫一張 對 格局一樣 但是整個畫風不一樣 故事就是 在描述說 這兩個時間點 發生了什麼不一樣的事情 讓城鎮的部分可以更完整 就是說 我可能是現在到這邊 然後發現以前有什麼事情在發生 為什麼這個 村子裡面會這麼多妖怪 那這些妖怪是怎麼來的 然後為什麼他們現在 那間旅店變成這麼破敗了 這些事情其實都是好幾個點 他應該是可以去寫 那也有可能是因為我們只玩了兩個小時 但我覺得你兩個小時 以一個正常的遊戲 譬如說3A遊戲 或者是其他的任何的遊戲好了 你兩個小時應該已經足夠可以到你 玩家提起說 這個故事大概在講什麼 為什麼會想要繼續玩 但是我覺得 他沒有 他吸引我的點 就不是故事的部分 是系統的部分 對啊 他系統真的蠻好玩的 但是他如果把故事的部分補起來 我覺得他就會 是一個 更完整的遊戲 或者是說 他的評價應該可以再更高 目前我在一開始查的時候 他的評分是 76分 是蠻高的 OK 可以玩玩看 但是好像也沒有值得 你花時間特別把他全破 是什麼 他售價多少 剛剛沒看到對不對 Xbox Game Pass目前免費 所以你有Xbox 或是你有PC的話 直接做來就可以玩 所以我覺得可以玩玩看 但是 整體的那個 推薦程度我給5分 然後你給7分嗎 對我本來就是休閒玩家 好那 之後如果我們玩到後面 或是他有機會的話 再跟大家分享後面的心得 我們可以跟我們上個禮拜玩 上上禮拜玩的 那個 派對動物嗎 派對動物嗎 派對動物是五月天的 那那個叫什麼 野獸 野獸派對 猛獸 猛獸派對 好像是猛獸 那個是 不錯玩 可是 我對那一種 搶互動的遊戲 就有一點 心理負擔 因為他是社群遊戲 對他是社群遊戲 我不喜歡跟真人有互動 因為我也是二孔我也不喜歡 就比起那一種的 這個可以讓我比較能繼續玩下去 好 那這大概就是我們 第一次出劍殺 出劍不是出劍殺 那叫什麼 第一印象 好第一印象的心得 好 就這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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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